有些人的要求很奇怪 是保證檢查要有問題 对 那天是一个65岁的男生 然后他是初诊 然后他来到急诊的时候 他是胸闷 所以胸闷就直接弄进来 而且我看他的样子 就像心肌肯色 然后再加上他其实有三高 没有在吃药 然后他又抽烟 所以那时候就赶快帮他做心电图 然后抽血 就第一张心电图看起来 曾经塞过 心脏 心肌梗塞过 但是没有死亡 心电图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没有急的变化 然后第一次抽血的心肌梗塞 效素是正常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 目前第一次的报告是正常的 但是你太像了 你的症状像 然后你的那个病史也很符合 所以我一定要再把你留下来 等一下三个小时后再抽一次 结果我再讲完回来之后 他马上叫护理师说 你再叫医生过来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真的不能回家 可是他说你不是刚刚就说 报告都正常吗 我说报告都正常不代表 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不会有变化 我们通常都是抓三个小时 那如果没有高起来 但是你还是有症状 再加上你的病史 跟你这张心电图 我还是会当你是 不稳定的心脚痛 还是有可能会帮你收住院 因为你太多危险因子了 他就说 那你保证三个小时后抽血 要有异常 我说我没有办法保证 我没有办法保证 那他说那我为什么要等 我为什么要等 那我就说 可是如果没有异常 你还是有症状的话 我还是会帮你收住院 然后我说 我现在只是要看 我又没有急着做心导管 就他听不进去 然后他太太也在旁边 怎么劝都劝不下 所以我只好给他签了 就是我觉得 疑似心肌梗塞 然后最严重的状况 可能会猝死 然后请他签名 结果他是中午过后来 中午过后回家 本来是想说 大概下午两三点 要再抽第二次 晚上119送过来 他到院前死亡 死亡 对 因为我们中间 一度有救回来的时候 他的心电图是 就是出现心肌梗塞 可是很快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是那个 心肌梗塞会猝死的那种 就是有人这么没神经 有的人会说 谢谢医师的提醒 那我就祝愿吧 对 因为你都说得那么危险 对啊 心肌梗塞 对啊 可是那时候我也不太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太太讲了 因为我前面的丑话 都讲清楚了 我这个时候在念 或在怎么样 他太太不会怪你了 如果你都这样讲 对 都已经 也都签字了 然后他太太只是说 就他都签了 他自己承担这样子 但是其实是很伤心的啦 就会有一条人命 对 像我们护理师啊 最常被挂保证就是 你打针 一针就要上 通常有人讲一针要上 我们就会打第二针 对 不一的吗 不一的 你是提供级的问题吗 就是你其实 只要给我们压力 对 之前我就是有照过一个妇人 她就是发烧 因为她败血症 然后来病房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只要一发烧 我们血管 就会沉下去 而且它又长比较风雨 像瓜哥这样子 然后这些比较不好找 然后后来我们学妹 就一直帮她找 一直帮她找 然后就帮她消毒而已 她都叫到很像 要整个很像病房 要急救这样子 然后她先生也在旁边说 到底有没有有没有 然后就真的打了两针 还找不到 然后她先生就说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然后我们大家 集体护理师说 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们最常看到 这种VIP的 然后说找你们最资深的来 然后我就出现了 然后我亲亲一放 我也打不上 然后整个妇人整个就开始哭 然后就说 不行 你怎么会这样打不上 然后我们就说 算了 算了 那不要打 我们请一针放大支的 在你脖子上 对 然后她就说 对 把我留住 然后我就真的还跪在地板 帮她找她的血管 然后我就真的在她 大母指上面 找到一根血管 帮她打上去 这么难找 对 大母哥其实也有血管 对 其实我们 就是找血管 不要给我们压力 其实我们打不到 但我们心里也愧疚好几万次 是 当然我们只会心里想 拜托一针打上 一拜托一针打上 然后她插进去说 那没有 弄半天 然后她就不敢讲 我就躺 很难找吗 她说 我们换个地方 那是很棒 但是我觉得哪里打成是最准的 就是一般大医院 排队厌血的 对 那个超准的 他们打得超强的 你看同样是血管 为什么别人打到三针才打 他每次一近看一看 血就抽出来 抽跟放进去打针的 那个是不太好 不一样的 因为抽出来的 那个血管比较简单 比较好找 你那个他们要放的是要放进去 还要能够点滴 能够打得顺的 难怪我说他们都是神 很神准 对 为什么每次要是不能掉点滴 打半天都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任务间难度本来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那个针要放进去 而且可能一千两千细细的 点滴要灌得顺的 而且还不能漏针 你那个抽出来 不用没有漏针的问题 不好意思被人家打架了 对 没事 不过还好 瓜哥问我们所有人才知道 对 果然是我们解采的事 我也不知道 解采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不一样的任务 对 原来是有差别的 有差 我们小儿科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项目 就是小朋友要打预防针 我曾经遇过说 保证小孩子打预防针 就是阿嬷 抱着两个半月的小孩子 在我们面前说要打预防针 那妈妈就问说 陈医师 打这个预防针 会不会有什么样状况 那我其实知道大概 小朋友如果就算打的地方 酸酸痛痛的 他也不会讲 所以妈妈比较在乎的 应该就是发烧 我就说 副作用的比例不高 偶尔有几个会发烧的 妈妈就说 怎么偶尔有几个是怎么样 妈妈这比例不高 大概一百个会有一个 或一千个会有一个 其他的大概都安全 都不会有事 我这样讲的意思 其实我也想暗示妈妈说 你的孩子应该是那九十九个 没事的 或是九百九十九个没事的 可是阿嬷就在后面插话说 不行 你要保证关系一类没事 不要发烧 发烧很恐怖 小孩子发烧会烧坏脑袋 他还是有这样的观念 后来如了很久很久 他妈妈就讲一句话说 因为他两个半月要打的是 肺炎链球菌跟五合一 他妈妈就说 那陈医师 其实也不会 就算多也多那么一点点而已 但是我妈妈讲说 假如你要分开打 唯一的好处就是 你打了知道是哪一针 让你发烧的 然后你隔一个礼拜 再来打另外一针 你就搞得清楚说 可能对一支尖让你的孩子发烧 如了半天最后的答案就是说 好啦那陈医师 本来可以一起打的这两针 我们分开打 今天打左脚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回来打右脚 也好消息是 他后来两针分开打没烧 那他从此以后 我跟他说这两针可以一起打 他也不愿意 你看你买所有3C产品或电器 都有保证书 对 那你有没有看医师 律师给你开保证书不会 你跟律师说我一定要打赢 律师哪敢这样讲 对啊 那你就最好了 你个担保这个官司一定要赢 谁敢担保 瓜哥说得好 我就真的像 瓜哥说得好 装支架要求保固器 像买电器一样 我这病人很有趣 他是个 因为烟抽太多了 所以后来他的心脏 所以我们就安排他住院 放血管支架 要让他血管打通 手术非常顺利 那所以手术 隔天我去帮他查完说 OK了 可以出院了 结果他就问我说 刘医师啊 那个你们帮我放这个心脏支架 我说 哈 没听过 保固 那他就说 你看我去外面买手机 一支一两万人家都有保固 果然是 我刚才在家里花了好多钱 比手机还贵 你也该保固一下吧 我说想一想说 好吧 那个手机一般保固 都是保固一年了 你这个心脏支架 非常非常重要 我帮你保固两年 那不过呢 一般手机保固都强调 你在正常使用上会保固嘛 不正常不保固 那所以你未来两年保固期间 你必须要 正常使用你的心脏 那什么叫正常使用 我说第一个 你保固期间不可以抽烟 第二个 你不可以吃太油 不可以吃太甜 因为我们知道油跟甜 也是容易让支架长东西 容易坏掉 第三个 你每跳运动 不可以熬夜 我说你如果这三个都做到的话 我帮你保固两年 保固期间任何的心脏支架 如果损坏 你找我 我帮你申请最好的健保给付 用一点点的开销 就帮你修到好 那如果真的还是修不好 没关系 我保证找我最好的心脏外科朋友 安排你做换心手术 帮你换一个全新的心脏 你看这样保固好不好 你装个小小的支架 如果换掉 坏掉了 我帮你换一个全新的心脏 这样OK吧 那不过病人他说 两年内要他完全戒痒痒 有点困 很光不吃 甜不吃 有点困难 还有微律运动 所以说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有些治疗虽然医生的技术 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 尤其像心脏支架 病人后续自己的生活改变 调整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如果照着你这样讲的话 他可以其实不超过 不止两年吧 对不对 如果他有照着不抽烟 又很节制地吃的又运动 就可以加长保固 我常常看到抽烟的 我问他 我说你因为这个肺炎 你知道会影响肺部 有没有想让你戒烟 没有 照抽 他说义无反顾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照理说你看到这种 是肺病的问题 照理你烟应该稍微节制 没有 照周 还没发生在他身上 人都这样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都给你个字幕节目的频道